我們這邊 手經過的三大一夜 差一夜可以給一些女長輩 健康他們的那個 不管是去看病的人 或是去探病的人 心情都不是好的嘛 對 看到我們心情好一點 所以看到娃娃之後會覺得很夢幻 很脫離這個現實的沉重 對不對 可能這個病痛 她突然間可以暫時的忘記這些煩惱 看到娃娃心情好 哇 你真的是很有愛心耶 對不對 而且你看我們大哥 大哥你今年幾歲啊 今年 57歲 看不出來了 對啊 看起來很年輕 因為大哥笑嘻嘻的 當外公啦 當外公了 大哥就是永遠就是笑容可取 有沒有 非常和蔼 因為每天看娃娃 誰會有愁眉苦臉的呢 這輛不只是全台最萌 更是全台最有愛的娃娃公車 而車上200多隻的布偶 也都非常幸福 因為大哥會定期送他們 去乾洗店洗澡 讓娃娃們維持乾淨可愛的外表 好 你看他其實每一個娃娃都 相當的乾淨有沒有 好像新的 還有給他穿襪子的有沒有 垃圾一點 鞋子的舌頭 真的全是純的 等一下 大哥是不是 有一隻米老鼠的腿 是不是受傷了 台灣給你 台灣製造業蓬勃發展 驚人的創新 及製造實力更是有目共睹 不論是標速快感創意十足的造飛車 外型霸氣帥氣拉風的古董車 或是造型獨特純手工定製的木頭腳踏車 統統都是MIT 不過這回就坐在台中 出現了一位夾娃娃高手 不但擁有一手夾娃娃的好本領 還親自打造一台的全台最萌娃娃車 這娃娃車到底有多特別呢 讓我們來仔細瞧瞧看 我們就是走在路上 都常常看到這種娃娃車嘛 對不對 因為台灣這個幼稚園非常多 娃娃車 娃娃車不是九人坐 十二人坐 二十人坐 對不對 這很簡單嘛 但居然在台中 我找到一台娃娃車 娃娃娃車吸進度百分之一千 一千趴的吸進度 你看到它就娃娃車 看到它就娃娃 有沒有那麼厲害 欸 那邊有娃娃機耶 不然先來去夾娃娃好了 我今天一定要夾一隻海哲光回去 我覺得絕對可以夾得到了 來 有沒有 海賊王來了 海賊王 這個 你知道 這樣心臟會很不舒服耶 你才開心一秒鐘耶 我的海賊王 我沒有錢了啦 你不是小媽媽 對啊 你笑我 你好像喔 我來 來 OK 你最好是夾得到了 你看 差點到 這樣子我花了你十塊 沒關係啊 沒關係喔 待會兒我帶你去看 我帶你去看我的戰利品好不好 那你的娃娃在哪裡 就在附近而已 在附近 移動宿的倉庫 我帶你去看 是喔 好 來 可以嗎 OK OK 好 拜拜 走 這真的是娃娃車耶 對 天啦 這太夢幻了吧 你看一進來全部都是娃娃耶 大哥 這是你的戰利品喔 對 大哥 先把跟你講 這全部都是娃娃 直接夾出來了嗎 對 你從哪一刻開始覺得說 我要夾娃娃放在自己的公車上面 從十幾年前就有啦 開幽蘭車的時候就有 上來的乘客 他們的心情怎麼樣 有沒有很輕鬆 很輕鬆 有沒有下車的時候跟你講說 謝謝你耶 會啊 真的喔 好可愛喔 這樣子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趕車子 或是坐交通工具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上車的時候 每個人心情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帶著不同的故事 上到那個車上去 但是一上你的不換公車的時候 再怎麼心情不好 一看到娃娃融化了 對 對不對 對啊 就坐那些心情好了 原本的心情很欲足 很沮喪 就坐著坐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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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抓到都不下坑 對 每個人都要被他笑 好可愛喔 有沒有人會 因為也是愛收集娃娃的 他們就給偷走 給偷了四個 對 給偷了四個 我在這邊要跟偷四個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看這集的話 請你交出來好不好 欠取別人的東西是不合法的行為 而且是不道德的行為 就像你再怎麼習慣 你不能給人家拿走 對 對不對 好可愛喔 那你這邊總共有多少個娃娃 這邊一共有兩百多隻 兩百多隻 最大隻的哪一隻 最大隻的是這一隻 天啊 站立式娃娃 對… 而且他這邊很愛坐的旁邊 你看 如果一個老先生老奶奶 坐下來的時候 然後呢 一個人 然後突然就看到這麼大一隻熊 有沒有看到 可以兩個天握握他的手 好可愛喔 他就這樣站立著 對 哇 真的很棒耶 打造一個夢幻的娃娃公車 你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興趣呢 我十幾年前就開始收集了 第一次是什麼感覺 你拿到娃娃是什麼感覺 你怎麼會想去夾這個娃娃 因為我就喜歡收集娃娃 之前有在收集一些木頭跟石頭 收集木頭跟石頭 夾娃娃是後來發現的機器 對 你就一夾就夾上去 對… 天啊 真的是 哇 真的很多耶 好可愛喔 娃娃娃娃 正不愧是全台最萌娃娃車 果然是不是浪得虛名喔 這掛滿布偶的公車 所到之處都是眾人目光的焦點 不過 要打造出這樣的夢幻娃娃公車 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神 絕對是難以想像的 大哥 你一開始的時候啊 你是什麼樣一個心情 因為我知道你自己以前喜歡娃娃嘛 對 可是你怎麼會把它放在你的公車上面 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走進過的三大醫院 差一月可以給一些美長輩的健康 不管是去看病的人 或是去探病的人 心情都不是好的嘛 對 看到我們心情好一點 所以看到娃娃車會覺得很夢幻 很脫離這個現實的沉重 對不對 可能這個病痛 她突然間可以暫時的忘記這些煩惱 對 看到娃娃心情好 對 哇 你真的是很有愛心耶 對 對不對 而且你看喔 我們大哥喔 大哥你今年幾歲啊 今年 57歲 看不出來了 對啊 看起來很年輕 因為大哥笑嘻嘻的 當外公了 當外公了喔 大哥就是永遠就是笑容可取 有沒有 非常可愛 因為每天看娃娃 誰會有愁眉苦臉的呢 你知道嗎 這讓我想到我小時候啊 我有一隻猴子 我媽總是能買來的 那隻猴子呢 除了我的兄弟姊妹之外 那猴子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直把牠帶到國中喔 牠爛掉了 眼睛都掉出來 我還在把牠封起來 因為牠是我一個 心靈的寄託 大哥你會不會有 你心靈寄託的娃娃 會有啊 就 我畫在前面是一隻小狗 一隻小狗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可以示範一些壓力 這個可能心情上面呢 有時候比較低落的時候呢 或是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大哥就去摸一下小狗耳朵 那小狗耳朵怎麼回應你 我對牠 因為牠都在看我一下 這樣 你心裡面真的覺得說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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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那你的心裡面 真的會覺得牠在跟你回應你 牠是你的寵物 對 牠在跟你互動 對 你看到沒有 我就說嘛 這個喜歡娃娃的人呢 內心一定是非常溫柔 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愛的一個人 然後這麼多的娃娃陪伴當中呢 而大哥呢 就是這隻小狗啦 我可以摸牠嗎 可以 嗨 小狗 大哥說 剛開始只是自己想紓壓 在車上掛了兩隻布娃娃 沒想到乘客都很喜歡 才會越掛越多 這輛不只是全台最萌 更是全台最有愛的娃娃公車 而車上兩百多隻的布偶 也都非常幸福 因為大哥會定期送牠們去乾洗店洗澡 讓娃娃們維持乾淨可愛的外表 好 你看牠其實每一個娃娃都相當的乾淨 有沒有 好像新的 還有給牠穿襪子的有沒有 對 等一下 大哥是不是有一隻米老鼠的腿 是不是受傷了 對啊 受傷了 大哥是不是這一隻 對 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牠腿受傷耶 對啊 因為牠左腳拿去乾洗的時候 你看 受傷過了 對 受傷了 連續要跑出來了 對 對 大哥 所以你也都把牠當作自己的小孩一樣 對 對不對 對啊 好 我把牠放回去好了 好 謝謝 不客氣 把牠放回去 受傷的娃娃當然不能棄之不離 經過特別包紮之後 他們還要繼續陪著大哥 散播歡樂 散播愛給大家 大哥說我們遠道而來 他也特別準備了一隻娃娃要送給我 不過在這茫茫娃娃海當中 是要如何早起啊 大哥 你說哪一隻啊 你注意看啊 右腳邊那邊有寫個字條喔 右腳邊有字條喔 線索越來越明顯 右腳邊 有耶 這裡有個字條 等一下 小馬 你好帥喔 我本來以為是大哥會寫說 台灣第一等 讚 結果他說小馬 你好帥 這好像有一個小女生寫給我 大哥真的是一個 很有童心 內心溫柔的一個男生 謝謝大哥 他來用塑膠袋給我包好了 好 我來問一下大哥 為什麼挑這隻電影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大哥 為什麼挑這隻 因為我冬天的時候 也會戴毛帽啊 冬天的時候你會戴毛帽 因為他這個衣服很像 我們做制服啊 衣服很像你的制服 對 有一點綠色的 是 所以你就特別選擇這隻給我 讓我一輩子就跟你交朋友 OK 對不對 這隻以後就代表大哥了 好不好 看到死娃 就想到大哥 大哥自掏腰包 親手佈置這輛全台最萌的 娃娃公車 雖然距離他的終極目標 500隻娃娃還有一半的距離 但各式各樣的娃娃 早已經抓住到所有人的目光 更要用這些娃娃的笑容 將愛 將歡笑 散播到每一位乘客的心中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波爾摩莎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湾 給你 台湾 給你